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端木擎苍杀了我们天楚派去的使者 拒绝和谈 而且南荒近日连续突袭 燕赋将率领先前部队殊死抵抗 果方伤亡惨重 士气十分低落 若再不扭转此种颓势 天路程将危在旦夕啊 承儿 情况荣儿已经在信中说明 敌方的统帅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想好要如何应对了吗 战场无父子 敌强我弱之时 我想要平等的对话 需要先打赢两场胜仗 这兵力方面敌重我寡 所以要避免正面的短兵相接 我推测 这南荒大军定会携着新胜之势 准备乘胜追击 此刻很有可能正在造桥准备渡河 所以我方士兵需要家派人手 在河岸两侧 延缓敌军的渡河时间 没错 但是加强防御只能延缓时间 并非长久之计 从沙盘上来看的话 南荒的队伍是呈长蛇状排布的 虽然队伍庞大 但是调度失灵 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形成首尾护员 爹 荣儿觉得我们可以多点突袭 一勺打多 出奇之胜 南荒连日折损了数名将领 荣儿的这招多点突袭 已经出现成效啊 不过这招还是不一再多用了 他们定会在爱口处加强防守的 多点突袭 重点在于游走而击之 荣儿莫非忘了 为抚海盗王的身份了吗 这里是恒河最窄的河道 你不会是想游过去 然后夜袭去迎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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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测不测 近日捷报连连哪 南皇大军的外围军营 皆已被我军攻破 南皇急于防守 已然收缩了阵型 正面进攻的步伐 也随之放缓哪 没有小花将军 在后方运筹帷幄 我也不过是无风之人 那是当然 报 花将军 您的信 您下去吧 是 容儿 诚儿 有一件事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们 上次我护送六公主进京时 面见了圣上 圣上将与夜郎接线的重任 交给了我 爹 这夜郎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也不知晓啊 他是只认情报 不认人 我想只有这样 才是保护夜郎身份的最好办法 言之有理 此次夜郎传来的情报 极为关键 端木擎舱那边终于按捺不住了 他们决定强行突击 今夜端木擎舱 就要亲自率领数百名精兵 绕到天楚大营后方之险 关山 借风势发动火攻 正面配合大军渡河突击 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此乃良机 岳父大人 你带领军队在前线布防 我率一只精锐绕到后方 进行埋伏 只要把端木擎舱升擒 便可一举奠定胜局 老大 端木擎舱带这么多兵 我们一手占多 会不会有危险啊 三弟 你慌什么 起码那是咱亲戚 咱不会有事的 是不老大 此次阻击若一切顺利 承儿定能将端木擎舱 一举拿下 报 华将军 大事不好了 我按小华将军的吩咐 暗中留下了赤后 去监视南黄大营的洞下 可是 这东南方向的赤后被人射杀 临死前传回消息说 有一支数千人的部队 暗中离开了南黄大营 爹 看来这端木擎舱火攻是假 射局是真 擎舱舱有危险 我立刻集结齐兵去接应他 且慢 荣儿 端木擎舱老谋深算 或许他早就算到了这步 此时弱调大军出营 郑重敌人的驾怀 一旦军营被迫 后果不堪设想啊 爹 那秦昌舱怎么办啊 荣儿 承儿是端木擎舱的亲生骨肉 我想 他绝不会伤害承儿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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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 秦昌舱呢 大嫂 我们中计了 秦昌舱 今日之战 我就是要看看 你配不配做我端木擎舱的儿子 如此看来 你还不够啊 放了我的将士 放了我的兄弟 我跟你回去 老大他为了救我们 被端木擎舱生擎了 大嫂 我去把兄弟们都叫上 去救老大 慢着 你们现在回去就是送死 秦上城应该不会有事的 荣儿 荣儿 承儿这劫在所难免 父子之间 终归是要面对的 报 药将军 有人往营地外 设了一封信 荣儿 端木白 荣儿 荣儿 你还有点来见我们呀 你忘了当初怎么答应我老大的了吗 秦大友 我的确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但我尽力了 荣儿 我此次来寻你 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秦兄 已经被林叶押回了慕王府 软天在天池阁中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不是你们南皇的陷阱呢 祖母 或许是就秦兄的唯一希望了 我已经将我和秦兄的身世始末 写在了这封信中 还有这个令牌 可以让你们在慕王府 自由出入 谢谢你 谢谢你 见到秦兄以后 替我说声抱歉 白儿信中所说千真万确吗 太后 秦畅城的的确确是您的皇孙 而且 我也已经怀了您的宠孙 大嫂 你真怀上了 老大知道肯定要高兴死了 对呀 站起来说话吧 没事 太后 不可不可轻信这丫头的话 这信男便真假 此事还是交由陛下处置为好 太后 此刻秦上成就关在天池阁中 所以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随时可以去查看 我母子两条命就在这里 您随时都可以去走 好啊 我倒想看看 你还能耍出什么新花样 放心吧 太后 秦上成 老大 老大 秦上成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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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起了这么多疹子啊 秦上成 白蕨草 端木一脉 从祖上就对白蕨草过敏 白儿没有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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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放的 这种东西 绝不允许出现在慕王府 谁放的 母后 是我 是真的吗 我当爹了 对 我 我太激动了 我差点忘了 我差点伤到了 你跟肚子里的孩子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没事的 我现在和怀孕之前一样 没有去 不不不不 哪能一样呢 现在荣儿可比之前 有金贵多了 不过 荣儿为何要瞒着我呢 赤红姐姐都跟我说了 你们海盗界有一个规矩 说女人怀孕三个月之前 是不能告诉她亲爹的 你听她胡扯 我当了一辈子海盗 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规矩 你就是 你就傻 这个赤红姐姐也太不靠谱了 什么赤红 秦桑城 你生气了 我 我是自责 让荣儿独自一人 知身犯险来难荒 我是担心你和肚子里的孩子 老大果然是老大 小孩到极将横空出世 是小云鹤即将一鸣惊人 对对对 你们怎么还在这 老大 这儿就只有一间坊啊 没事老大 我和三弟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看的绝对不看 对对对 不听不看 荣儿 我现在呢 只想我们的宝宝平平安安的 等她出世之后 在这个世上 我又多了一个爱的人 那你最爱哪一个啊 荣儿和宝宝 我一样都很爱 回答正确 其实我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的 但是我怕你知道 有了宝宝之后 就会变得患得患失 不敢上前线 秦上朝 现在能够阻止战争 促成南荒和天楚河谈的人 只有你了 反正现在我们在慕王府 你我就趁此机会 放手一搏 好 成儿啊 成儿 你好些了吗 祖母 他已经好很多了 那太好了 你看上回匆匆一别啊 我这心里就想 这个年轻人 眉目有神 一表人才 有一见如故之感 没想到 你真是我孙啊 请上车 祖母 祖母 不知皇上今日为何突然回来 你父皇回来是为了告诉我你的身世 现在南荒天楚交战 事关两国的大局 你父皇啊 暂时还不能让你出去 不过你父皇也答应我了 我孙媳妇 必须由我亲自照顾 多谢祖母 也好 我先出去 再携宝宝一起试掌苦肉鸡 再就齐上乘出去 来 怎么不合胃口 祖母 这些菜固然是合胃口的 只不过 我腹中的胎儿想吃家乡菜了 尤其是夫君做的那一碗 三丝黄山面 祖母早就猜到你有身孕胃口不好 提前给你请了天楚的厨子 去让厨房做一碗三丝黄山面 是 谢谢祖母 怎么才能把秦桑桑救出来呢 吃吧 揉来 快吃啊 吃 厨城 人呢 在哪儿呢 秦桑桑 荣儿啊 怎么了 荣儿 自从秦桑桑不在 我天天晚上做噩梦 就担心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 荣儿 祖母昨日啊 到寺庙为你们母子烧香祈福去了 还请了佛牌呢 你看看 荣儿只需把她放到枕下 便可以安然入睡 不必再担心你梦里面那些个 牛鬼蛇神了 可是祖母 我 可是什么呀 大不了 祖母我陪你睡 好 祖母 我听说呢 孕妻爹爹要和宝宝多沟通 这样子日后才能父子同心 不会发生争执 我可不想冲到秦桑桑 和陛下的覆辙 言之有理啊 是吧 虫儿 现在你可以开始说了 我和荣儿和你的宝宝都听着呢 说吧 我 说 道道乖 爹爹每天都想陪着你 继续说 继续说啊 继续说 道道乖 爹爹每天都想陪着你 就这一句啊 再说点别的呀 说呀 说呀 爹爹每天都想陪着你啊 你 我 我 看来祖母这条路行不通 还是得想想其他办法 啊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什么人住在这里啊 啊 这里是先皇后的寝宫 今日是先皇后的生辰 二十五年了 每年今日 陛下必会命人打扫 祭奠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不可以 花小姐 陛下不准外人来此处 我怎么会是外人呢 先皇后是我婆婆 花小姐 先皇后寝宫里 所有物件的摆放位置 和二十五年前分毫不差 陛下若是发现有人动过 定会龙颜大怒的 哎呀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不会欠了你们的 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担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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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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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庆 二十五年了 我终于找到他了 他的个性跟我很像 不愿顺流而下 偏要逆随行舟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想 当年我要是不一意孤行 进攻万疆之后 北伐而上 就不会有西侠山之围 你就不会被奸人所害 我们父子俩就不会形同陌路 母亲啊 这二十五年 你知道我有多想念你们吗 陛下 花蓉 陛下 你怎么会在这儿 陛下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所以陛下的心里 对秦昌成还是有父子之情的 我问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刚刚在那双鞋子上面看见了 以丑年万疆扶龙鞋装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那一年刚好是陛下北伐万疆的年份 也是我父亲出生的年份 花蓉 朕不想听你说这些 所以陛下当年虽然出征在外 但是心中还是挂念着怀孕的妻子 特地去买了这双鞋子 但是却没有想到 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杀人意 功心难 果然不愧是花满天的女儿 擅查人心 陛下 其实当年先皇后在嫁给您之前 她就知道陛下志向高远 没有办法做一个普通的夫君 而先皇后也无法像平常女子那般 得到夫君的疼爱 但是先皇后的在天之灵 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父子之间 水火不容 冰戎相向 陛下 秦上成从小颠沛流离 无一日享受过父母之疼爱 我不想我父中的孩儿 重蹈覆辙 陛下感念先皇后 决定特赦公子 请公子一步擅堂一续 老大 这该不会是鸿门宴吧 你想多了 肯定是大嫂的功劳 是不是老大 管她有什么目的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好嘞 皇上 你可是终于想通了 这回我们一家人 终于可以好好吃顿饭了 是啊 承儿啊 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了 父皇公务繁忙 也不能陪你出去走走 只能啊 你自己待在这儿了 这九尺宫墙根本留不住我 能留住我的 只有荣儿 当天你的母亲也是这么说的 这神宅大院根本就困不住她 可是现在啊 荣儿有孕在身 朕相信你身为人夫 总不至于 丢下自己的妻儿不管吧 那可不是吗 我还希望荣儿多陪陪我 跟你们说呀 这个撇蓝和萝卜 可是祖母亲手腌的 承儿啊 尝尝 尝尝 好 好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吗 祖母这个手艺 想当年也应该是把 先祖父的胃 摔得牢牢的了 当年哪 当年哪可是万江晋饭 火烧南荒啊 我陪先皇带着皇帝逃难 山里边哪有粮食啊 只能挖这个撇蓝和萝卜过火 这个 可是咱们端木家的救命菜 王公贵族尚且如此 更别说边疆百姓了 百姓食不存衣 别说温饭了 就连存货下来都很难 朕要的不是一时一刻的安宁 也不是偏居一语的安定 而是要天下大一统 便将再无忧患 陛下九宫天鹿城不下 天下大一统 无非是痴人说梦 既然承儿如此笃定 那你敢跟朕打个赌吗 西庭尊便 那要是南荒在半个月之内 攻下天鹿城 那你承儿从此以后 就得安心地待在牧王府 那若是攻不下 朕要是输了 你和戎尔就可以安然无恙地 离开南荒 陛下一言九鼎 一言九鼎 好了 好了 你们父子俩呀 先不要论家国天下 也不要论战还是和 先把这顿饭好好地吃完了 好不好 是 母后 好不好 是 祖母 好 开吃 这端木秦苍如此笃定半个月之内便可大破天鹿城 它定是有所布局 老大 你放心 你忘了 端木秦苍身边有我们天楚的密探 叶狼啊 他肯定会把情报传递给花将军的 是吧 也对 恐怕现在叶狼不敢情报仿 恐怕现在叶狼不敢轻举妄动 上次叶狼传递运粮路线给端木秦苍 导致南荒退兵 所以现在端木秦苍定是有所警觉 才能在关山一役 假借叶狼传递假消息给我们 让我们中计 导致你被俘 哼 这孙子真够阴险的 二哥 你骂端木秦苍是归孙子 那老大岂不是归儿子 老大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个 爷爷都是从孙子过来的 老大肯定能后浪推前了 把端木秦苍拍在沙滩上 你闭嘴 荣儿所言极是 不过这夜狼现在给我们传信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如今夜狼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 无论如何 我们都得试一试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要设法联系野狼 不是 荣儿可还记得驸马那封信 端木秦苍身边有我天櫢的 暗庄 他一旦有运粮路线的消息 会第一时间放在回春堂街脚下 以风铃花为几号 老大果然是料事如神 那夜狼就在街头处 放了这封密信 这信上说 南荒接下来打算进攻天鹿城周边的 巡养 韶关 和戎城三城 实则 我明白老大 实则是虚晃一枪 表面阳攻 想削弱天鹿城的兵力 然后一举拿下天鹿城 是不大三王 声东击西 看来我得赶紧通知殿 让他调动所有的兵力 全力防守天鹿城 反将他一军 承儿 半月之约马上就快到期了 你觉得你能赢得了朕吗 这前线战报还未传回 一切都还未瞎定数 侍侯已经在回来汇报的路上 我会马上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但是在这之前 有件事情还需要解决 带上来 邹副家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夜狼 所以你是一直在利用我们 就是为了找出夜狼 如果没有你们 我也发现不了他 也没有办法把错误的军情 传递给你父亲 为此 为父得好好地感谢你们 走一天 夜狼 朕待你一向不保 可是你呢 说吧 临死之前 还有什么想做的 我知道 这些年 陛下对我恩重如山 百般以重 我心怀 我心怀感激 也常有愧疚 但是我身为天楚人 只能为天楚而战 虽死 无憾 好 朕就成全你 你 请慢 朕的旨意 谁敢不从 今日谁替他求情 就按叛国罪一并处置 谁敢 母后 我看谁敢动我孙儿和孙媳妇 母后 您不是去灵禅寺祈福了吗 我早就猜到 你放诚儿走 是另有所图 你太让我失望了 母后 你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利用 母后 我告诉你 我今天拼了老命 我也得护住我孙儿和孙媳妇 爸 母后 启禀陛下 前线为攻 曲云阳 少官和荣成三成的大军 被天楚大军围困了 什么